最近受到疫情的影響 相信大家都減少了外出 多數到家裡播劇打遊戲 不過我看得多都悶了 我要找一些新的東西玩一下 例如砌積木和模型 最近我找了一個挺有趣的遙控模型 適合大人消磨時間之餘 也很適合跟小朋友一起互動遊玩 就是他了 智能遙控積木電車 他是玩具公司Concept 和香港電車公司聯手合作推出的 全港首部智能遙控積木電車 KB120 這輛車可以用遙控控制 原來用手機APP也可以 這輛車還有LED燈 有Steam 還有語音控制 不說那麼多 馬上來看看 原來在玩之前第一步是先提起 所以我想 都要一個星期後再試玩給大家看 嘩 我看了那個奶粉 我看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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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是時候 將它合作了一輛大電車 嘩 我來 我看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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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貼上貼紙 唉呀 搞定了 齊了幾天 終於 終於 完成了 齊了我生了兩顆暗瘡 屈都在這裡幾天 等我補個份 好 好 補完 先介紹電車 這個電車模型 其實是以1比18的比例去製作的 它以120號電車作為藍本而設計 120號的電車是什麼 是香港石果僅存的仿佔後電車 其實相對真實的 對比一下座位 扶手 駕駛位 外身的車室 都真是和真個的幾次 每盒模型都會附送一個遙控器 只要入兩顆電就用不到了 至於電車的電源 它是以充電設計的 以及Micro USB插口 而只要充滿電 每次都可以玩大概25至30分鐘 不說那麼多了 開車了 喂 咦 穿了燈 已經 前後都有的 你看 這個遙控電車模型 除了可以在地上走走 其實它還有一匹路軌送給我們的 我們可以齊了一條直線 讓它怎麼走走 就好像這樣 這輛電車除了可以用遙控有換 其實安裝APP上手機都可以控制到 只要scan樹林書這個QR code 就可以安裝APP上手機 但不是手機都安裝到 Brian拿手機就安裝不到 唯有 很快要好玩 最後一樣就是 小朋友玩的時候 最好有大人陪同才好玩 因為電車模型裡面 有很多零件都很小 萬一小朋友組裝的時候 不小心吞了小配件 那就糟了 唉 玩完電車模型 多謝我好電車人 都夠終於下班了 一如坐電車 整碟聽瓜過大海 今晚 Oh My God 我的電車走了 追車 不說不說不說 走走走